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欺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避坑排雷,防欺账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 2022年6月8号周三 八戒是加州房地产经纪人 欢迎有生活在南加州,北加州的朋友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 都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获得最低的利率,最详尽的数据分析 最完善的解决方案 提供给各位朋友们 那么今天是6月份的第一周 很多朋友们都在私信八戒 期待着八戒公布最新的月度数据 也能够提供给各位的买家朋友 卖家朋友们最新的行情指引 因为在上个月八戒公布的 4月份的数据的时候 很多朋友们认为5月份的数据一定会非常难看 认为加州的房价一定会呈现迅速的下跌态势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刚刚好 MLS经纪人后台正式公布了最新的行情 最新的数据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022年4月份的数据 对比最新的2022年5月份的数据当中 到底从销售额 销售单价 销售数量 月度库存等等几个方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环比的数据 比较具备这样一个趋势性的代表 呈现如何的态势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6月8号周三 这样的一个30年期和15年期查收入的 全美国贷款利率 30年期查收入 今天全美国NBA的报价是5.49 比昨天上涨了0.01% 那么10年期美债税率呢 也是从上周的低点 2.76% 也是迅速的攀升到了3.03%以上 可以看到最近这一周啊 锁定利率的朋友们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因为他们错过了上周最低的利率的锁定好时期 这一周呢 利率呈现普遍的上涨 15年期查收入呢 目前今天报价4.83% 比昨天上涨0.01%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不查收入贷款利率 八戒这边今天6月8号 不查收入首套房的话 35%以上的当payment的话 还是能够锁定在4.375% 那么如果是二套房或者是投资房的话 不查收入的话 最低利率是在5.375%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积极联系八戒锁定你们的最低利率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 随着下周美联储的一期会议正式公布的话 很可能全美国的利率将会进一步的上涨 50个基点也就是0.5% 好那么以上就今天关于贷款利率的最新行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重磅的一个消息 就是MLS最新的2022年5月份的数据正式出炉 我们从几个维度 首先是Sales的Price的一个中位数和平均数 包括单价的平均数中位数 库存量 包括你们要加价的幅度比例 包括的月度的供应量 几个方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个的环比数据 跟同比呈现什么样的态势 首先来看南加州的四个county 哪四个呢 第一个洛杉矶第二个orange county 第三个riverside 第四个圣地雅各 这四个county呢 比较具备代表性 首先来看这样的一个Sales Price 也就是销售的最终价格的中位数 2022年4月份中位数的环比 4月份洛杉矶county是90万美元 5月份也是90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0.2% 跟上一个月呢 是90万跟90万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上下浮动 第二个county orange county 陈县 4月份是99万中位数 而在5月份呢 是97万5千 略微下跌了1.5万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中位数的成交价格 而比去年同期呢 还是保持上涨13.1% Riversite county 4月份59万8247 那么在5月份呢 是刚刚好达到了60万美元 略微涨了将近是2000美元 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6.5% 圣地雅各county 2022年4月份 销售价格86万美元 那么在5月份呢 是86.5万美元 上涨了5000美金 那么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3% 这是从sales price的一个final的 中位数的对比 还是能够看到 除了orange county 有略微的下跌1.5万美元 以外呢 其他county都是呈现 这样的一个月度环比 没有下跌和略微上涨的态势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关于平均的average的sales price 它跟中位数呢 它的一个差值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么平均价格呢 2022年的4月份呢 目前是在洛杉矶county 127万4千 而在2022年5月份呢 是130万9千 可以说目前上涨了将近是3.9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1.1% 是一个大比例的上涨 orange county呢 这样的一个average sales price 122万1千 这4月份 那么5月份呢 122万4千 也是呈现上涨3000美元的态势 Riverside county 目前是71万1千美元 4月份 那么在5月份呢 是Riverside 70.8万 下跌了3000美金 那么在圣地亚哥 county 2022年4月份 平均销售价格 113万4千 那么在5月份 是113万1千 下跌了3000美元 那么从百分比的幅度来看呢 几乎下跌连1%都不到 大概只有0.3%到0.5% 也就是大概在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 这是从平均价格 那么从同比来看呢 都是呈现两位数的上涨 11% 12.8% 16.9% 和16.7% 那么以上呢 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中位数的 月度环比的数据 和来自平均价格的 平均数的月度环比 4月份 对比5月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一个单价 成交单价 也就是成交总价 除以你的整个的成交面积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四个康体的 这样的一个中位数的单价 首先是来自 2022年4月份 洛杉矶的中位数的 成交单价 612块钱 一个square的费 那么在2022年5月份呢 月度环比达到了621 涨了将近是9美金 那么同比呢 进一步上涨 14.2% 2022年4月份 608美元 一个square的费 那么2022年5月份呢 609上涨了一个美元 同比上涨23.3% 都没有呈现 月度环比的下跌趋势 再来看 Riverside County的 目前是 323 2022年4月份 那么2022年5月份呢 是325 上涨了 连美金 一个square的费 最后一个 圣地亚哥County 2022年4月份 584美元 那么2022年5月份 586美元 上涨了连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单价呢 更加具有代表性 它的上涨的态势 还是保持在 大概是9块钱 2块钱 3块钱 5块钱 这样的 但是它的一个 同比增幅 比去年同期的话 都是有两位数的增幅 洛杉矶 14.2% 呈现 23.3% Riverside 22.6% 圣地亚哥 22.6%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明显的 在中位数方面 都没有呈现 任何的月度的态势 呈现 掉头向下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 平均价格的单价 到底是呈现 如何的态势呢 首先来看 2022年4月份 洛杉矶康地 678 2022年5月份 694 是某类的上涨了 将近20美元 同比上涨15.1% 呈现 2022年4月份 624块钱一尺 2022年5月份 平均价格 627 上涨了3美元 Riverside 康地呢 2022年4月份 349 2022年5月份 保持349 同比上涨 22.9% 圣地亚哥 County 2022年4月份 644平均的 Sales price 每个英尺 那么2022年5月份 642 下跌了 连美元 同比上涨23% 那么以上呢 从月度的环比 平均的价格和中位数的价格 单价和总价都能够看到 并没有明显的数据支撑 大家所那种畅空的态势 就是说加州的房价 或者是南加州的房价 呈现明显的掉头向下的趋势呈现 因为这是来自经纪人后台最新的数据 今天刚刚公布 基本上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证明出来 目前整个加州的房价涨幅 是目前略微的趋缓 但是想要看到明显的掉头向下 超过5%以上的下跌比例 那么基本上大家很可能 还要进行耐心的等待 那么八戒在之前的节目 也说的很清楚 八戒并不认为加州的房价 能够出现明显的5%以上的下跌 因为目前整个的房地产的价格 已经趋于稳定 价格各方面的价格 已经涨到了这样的一个高位以后 它就会维持在高位震荡 并不会像之前猛烈的加价态势 目前在行情当中不太能够出现了 大家可以看到轻微的加价 是还是能够看 但是像之前10万20万美金的这种加价 目前是基本上看不见了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 加价方面的行情数据 首先来看这样的一个 洛杉矶康体2022年4月份的 这样的一个加价态势 是105.8% 也就是说移动100万的 要加价5.8万美元左右才能够拿到 那么再来看2022年5月份 洛杉矶康体是105.6% 那么目前是月度环比下跌了0.2% 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再来看呈现 2022年4月份加价比例105.3% 那么2022年5月份103.7% 那么这个数据能够明显的反映出来 呈现目前加价幅度呢 不会像之前如此的汹涌 那么现在100万呢 大概加价3-4万美金 那么而在上个月呢 还有加价5.3万美元平均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Riverside County 2022年4月份加价比例103.2% 2022年5月份102.8% 月度环比下跌0.5% 圣迪尔戈康体目前105.6% 2022年4月份的加价幅度 那么在2022年5月份呢 是在104.3% 那么从这种一个挂牌 Lease Price跟它的Final的Sales Price当中的一个加价比例呢 大家就能够有肉身切身感应的 如果你们最近有写off的话 包括巴结这边 目前在帮顾客写off的时候 基本上会加价的幅度 都是控制在大概3%到4%左右 如果它的挂牌价格特别低的话 那么它就是故意钓鱼的 那么排除掉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也就是在三个点左右的范围 回归价值均衡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大家能够从肉身感应到 你们最近在写off的话 就能够看到 不需要再像之前半年三个月 要加价10万20万 因为目前整个全家里的价格 都已经涨上来了 包括银行的Appreso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平均较高的行情 它不需要再去让你们无端的汹涌 再就加10万20万了 目前这种行情大家能够设身处地的感受得到 那么再来看下一个数据 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供应量 因为供应量供根需的关系 能够直接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房价水平 首先来看2022年4月份 洛杉矶County按照销售额 对比它的整个库存的话 大概是1.5个月的供应量 那么2022年5月份 可以看到明显有大概0.3个月的上升 达到了1.8个月的供应量 那么再来看陈县2022年4月份是1.3个月供应量 而现在5月份有1.8个月供应量 那么从这个陈县的数据 你就能够看到陈县目前可以选择的房源 是比之前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Riverside County是1.4个月 4月份的供应量 而在5月份有1.7个月 涨幅0.3个月 圣地亚哥在4月份是1个月的供应量 那么圣地亚哥在5月份 也就是仅仅上涨了0.1个月的供应量 那么从这个月度供应量 能够看到可选择的余地正在增加 或者是之前被刷下来的房子 没有卖掉的呢 还一直保持在市场当中 那么也就是无形当中增加了这样一个供应量 那么也就是对应的目前 位置差 有硬伤 路冲的 风水不好的 死过人的 等等这些不好的 有缺陷的房子 会不停的留在市场 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能够体现出来 好位置 好价格 好学区 各种各样的环境 装修条件都非常不错的呢 还是非常迅速的被sold out 也就是销售一空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的市场的平均 on market的天数 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比例 2022年4月份 洛杉矶county 19天 2022年5月份呢 是18天 下跌了一天 orangecounty 2022年4月份 14天就可以判定 5月份呢 16天判定 Riversitecounty 2022年4月份 21天判定 5月份20天判定 圣地亚哥county 2022年4月份 12天判定 2022年5月份 11天判定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 判定时间上来看呢 并没有大家所期待的 一栋房子 或者是平均的数值来看 能够无限期的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停滞在市场当中 目前整个的销售的数据 摆在这里 大概也就是在两周左右 最多没有超过三周的 就能够这样的一个销售一空 所以目前整个的加州 南加州的房价 还是保持非常的稳定 保持在高位震荡 那么对于未来几个月 行情如何演绎呢 巴结也会在每个月的月初 给大家公布出来 最新的MLS的经纪人的后台 数据的抓取 那么如果有买房 卖房贷款的 各位小伙伴呢 也可以积极联系巴结 提供给你们每一栋房屋 独栋房屋 不管是condo 还是这样的一个single family 都能够提供 最符合切身实际的 投资回报笔 包括它各种各样的数据 横向纵向的深度对比 那么大家如果没有看过 巴结的数据分析呢 也可以积极联系巴结 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 我最近成交的案例 给你们看一下 最近成交的数据分析 到底是如何呈现的 那么从以上今天 巴结最新的5月份的 跟4月份的 阅读环比的趋势来看呢 南加州并没有 在这四个空间当中 呈现明显的价格下跌 超过1% 或者是它的单价 下跌超过1% 或者是它整个的 on market的天数 或者是供应量 有猛烈的上涨 或者猛烈的下跌 都是保持在高位震荡 那么巴结也欢迎 未来有这种贷款 买房 卖房的需求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积极联系巴结 可以给你们抓取一下 你们当地 你们这个社区 最完善的数据分析 最详尽的行情推演 提供给各位朋友们 好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喜欢巴结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